從9月24日似乎那個貨幣政策就成功了 但是10月8日回來放假 就被那幫地劃經濟佬 就是他們叫做法改委 破壞了 很多人不明白為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 從楊去拜祖先之前 他又傳出消息說 禮拜六有財政政策 由財政部出來說 那是財政政策是不是又好像貨幣政策那樣有利呢 那我們做一個初步分析 當然要講這些題目 講三天三天都可以 講三個小時都可以 但是我們講十幾分鐘 我們就點到即止 然後看看觀眾有什麼留言 我們就再跟進 開宗名義你要知道 官公姓出來見人的時候 他是以人民銀行的身份 所以人民銀行的身份就是主理貨幣政策 也管了股票市場的那些 股票部、銀行部、證券部 所有的監管機構都會跟他合作的 這個合作的過程就是他自己一個人 差不多跟何立峰兩個人都玩了 溝通過程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容易控制 這個貨幣政策呢 其實他是對證下弱的 所以這個股市就立刻有了升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整個A股屈滿了十年了 來來去去都是在那些 有空就刺激一下 沒有空就刺激一下 這次由風景開關 接著不行又再放寬降準 又都不行 死死氣呢 就是去到譬如說 護心指數我們作為一個標準 去到3000點、3100、3200的附近 那怎麼辦呢 譬如護心就去到2600、2000多 那我們用護心300來做一個標準 唯一一個方法就是 看看為什麼那些人不玩股票 那個原因就是 喂 大哥啊 所有的那些營業單位 或者那些大股東 那些大企業的大股東 全部蟹了 個個都是大閘蟹 就是因為信了你政府 支持你救市嘛 挺市嘛 你那時候不是叫我們 我的事業單位就是那些大國企啊 入場 由中央匯金就是中國共產黨 最大控制著各行各業的 央企、各企的大股東 那就是那個荷包最重要的那個甲蟹呢 就放在中央匯金這家公司那裡 而這家公司的大甲蟹鑰匙呢 就是插著在 插著在金上那裡 那今上呢就說了給 所有這些底下的企業聽 喂 你撐過市啦 過去那幾年是不是 就是當它2022年到第三屆之後 就撐了市啦 哦 計過那條數 全部呢 撐了市之後 就綁了在 就是滬芯300綁了在 4400點那個附近 哦 那所以就想通了 想通了就 好啊 如果那個股市好像一層樓那樣 那層樓呢 第三層二八點就是地上來的 以前我們呢 公共屋邨呢 那個升降機只會上到兩層而已 一層就是六樓 一層是十樓 所以升降機呢 如果你住在12345呢 你可以走上去或者搭 上去六樓下回來 是不是 你也都如果住在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呢 你就可以搭去到十樓 又下回來或者呢 在六樓走上去 總之就只有兩層給你停 那他就想了 好 你們那些蟹貨 原來全部在地上嘛 在地上三千二百點 那幫你駕上去四千四百點又怎麼樣呢 然後你們再在六樓那裡呢 在高居臨下那裡在那裡玩啦 可以走上可以走下去 所以他就由九月二十四號宣佈了 他啊 好了 你拿了那些蟹貨來 三千二百點的蟹貨來 我可以借錢給你 那他做了那個股票的大檔 借錢給你做什麼 要買回自己的那些股票 那些錢不准拿去洗 不准去做大二洞 不准去日本旅行 只准買股票 那個個都聽到好啊 大家一起借給他 借給他就是去當的 當他當了之後呢 我就可以買上去 那有什麼不好呢 一買上去 個個都好 買到去四千四 就是一度一攤一攤一攤上去 短短幾天攤上去六樓 在六樓那裡 在那層玩 有些繼續上去七樓 有些就下回五樓 有些就下回四樓 那些股票就自己這樣散開了 在這個過程裡面 那些大股東都說 哇 這樣啊 這樣不如先賣掉我的那些 所以你就看到資料出來了 賣貨的是什麼 賣貨的原來呢 去到六樓之後呢 賣貨的 在十月九號 十月八號 當那個法國委出來說的之後呢 不合聽 不合聽 那麼他亂賣貨呢 哦 原來在四千四百點 賣貨的那些下回五樓四樓那些呢 是那些大股東來的 就是那一百間公司的大股東 還有呢 國企事業單位那些叫做機構投資者 那這些就是退回那些錢 用來以後呢 公司用好自己的大股東用好 好了 那麼現在拿到去 那個貨幣政策呢 就拿到去第一站六樓 就是四千四 四千四的護心呢 給你在那裡上下動動 那他想拿不拿到十樓呢 第二站拿不拿到十樓呢 說得很好的 你拿那些股票來當 當了我先給五千億做貨幣 你當給我 如果我不夠呢 又有另外五千億 再不夠呢 又有五千億 所以呢 出完口術之後 都還沒做而已 就已經那個股票可以拿到上去了 但是呢 十月八號出來說的那幫 是計劃部的嘛 就是它叫做法改委 委員會 這個法改委是做計劃經濟的 就是它不是用來派錢部門 它是用錢的部門 它呢 是沒有辦法 好像財政部啊 或者潘工姓那樣 人民銀行那樣派到錢嘛 所以派不到錢 但是它要用錢 它要用錢 就說這裡不要用那麼多 那裡不要用那麼多 接著呢 我的部門呢 就要規定 你是商業部的呢 你那些銀行給你的錢 你只可以用來開LC 用來做商業信貸 你不准炒股票啊 如果你炒股票呢 那商業信貸那裡不夠錢用呢 那我又撕不到錢啊 所以它就說這些東西了 我要交代我整個國家 現在14億人的那些各行各業的那72行 都是我計劃出來的嘛 哪裏要用多少錢 哪裏要用多少錢 現在呢 你們不要call over 就是不要用那些什麼 中國移動 你有1000億額開LC 你不要借給人啦 你借給人呢 去開一張價格LC 套件出來炒股票 那不就不行 以前就可以了 以前中國移動的 透過借給人就賺大錢了嘛 只是借這個額道給人 比如你借給那些財產 那些財產拿了這100億放送 是不是 回來之後就還給你中國移動啦 他們知道這些東西的 那個法改委 那規定你不准這樣做 但是一出來呢 那些投機者覺得 哇 那即使沒有銀子到啦 就是不是萬水大罐啦 是不是 不是大罐的話 那個市場 市場就很容易乾淌 所以股市在168號開始跌下去了 那可能跌得太多 跌得太急了 上了6樓之後呢 下去3樓2樓的那些人多啊 那些人的腳力走上去 唯有搭了升降機之後下去 那不行了嘛 所以他又出來說 快點開會 派錢的那些部門 第二個派錢部門就是財政部啦 這次呢 會不會派錢下去 給那些實體經濟那裡用呢 實體經濟說來講 它最重要就是 整個經濟要救呢 就是救的GDP 要去到增長5% 可以救的東西呢 就是 哇 我們的消費實在太低了 那些錢呢 全部派進去呢 哪裡呢 全部派進去銀行那裡 銀行那裡做存款了 如果能夠賺到這些錢出來呢 去經濟市場那裡 那就正了 是吧 他現在在想辦法了 就是怎樣去賺錢到市場那裡呢 如果我給你兩千億派 你派一千億給李嘉誠 派一千億給畢菲特 那個經濟有沒有用呢 當然是沒有用了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將這一千億派給一億人 然後這一億是要綜援的 那是不是即使他們變成有錢呢 那就馬上市場就有消費了 所以以前的錢呢 在財政部就給了 李嘉誠、畢菲特那些圈了去 現在呢 就說 看看他是不是真的 仔細告訴你 喂 今次的財政部 我們派 譬如說 當他派了一萬億這麼少了 這一萬億是派下呢 所有失業的人士 所有那些畢業的年輕人 沒有工作的那些津貼他 所有那些家庭 他呢 就是在貧窮線底下的那些 那他就立刻可以提升消費了 一提升消費真是派錢 那那些錢從何來呀 阿潘公司說我不會印銀子嘛 那那些錢就發債了 發債因為呢 你的存款多了很多嘛 就是你不用錢的那些人呢 將那些錢呢 全部放在銀行那裡嘛 全部放在銀行那裡 那我不如發債呢 給多些息給你 因為為什麼呢 他見到呢 整個上半年了 中國的個人存戶 多了九萬億存款喔 那九萬億存款 你放在銀行那裡 銀行又沒有人借喔 那就浪費了 不如你將這九萬億呢 透過我政府發行 公債問你借給我之後呢 我就派給那些人民啦 那些人民每個都變了 銀的變了可以戶口 那就肯花錢啦 如果真的這樣 那麼理想呀 如果這樣理想 那麼禮拜六就夠了 回來禮拜一就會升市了 不過我猜沒那麼理想的 因為就算想是這樣的 他都不會告訴你 不會說那麼多 他只是說我會發債 即是未來發五萬億債 這五萬億呢 我們會呢 有些呢 就會直接資助那些地方政府 有些呢 會派給那些人民 當震災那樣 或者當中援那樣 或者當生國金那樣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做官的嘛 做官如果呢 你說得那麼清楚呢 就沒得兜的 我只是說說有五萬億 那你就憧憬了 憧憬我派哪裏派哪裏 第二天我派少了派多了呢 是你猜錯而已 即是你那些市民猜錯而已 我沒有說過說我會派四萬億下去的人民那裏 我也沒有說過會派一萬億下去你的機構那裏 你的地方那裏 因為都沒有人做到那裏 做官的就不會說了 尤其是那些是 不是真是直達天庭的官 他只不過是財政部那個部位主任 但是未到 就是副總理的級數啊 未到人民銀行行長的級數啊 就是財政部那裏 所以我們猜他呢 是中間落物 就是會告訴你呢 我們財政部呢 接下來會派一萬億是特別債 是專門幫地方政府 另外呢 又會發行兩萬億 是用來幫一些有需要的部門啊 或者地方裏面的人士啊 講到這裏呢 即是說那些官呢 就說我脫身了 因為我是派錢的部門 我派了 那你們如果記者問他 這些錢從哪裏啊 是不是印回來啊 他不會回答的 因為呢 潘功性已經回答了嘛 我們是不會加大那個基礎貨幣的 我們是 即是換句話 我們不會好像美國那樣 用QE那樣印銀子的 但是你拗爛頭呢 我們想到最多你不是去吸引 人民在存款裡拿出來 給你的政府去使用 或者就是抽足日本的策略啦 日本的策略都是這樣的 就是人民支持政府那些公債 買了那些債券之後 政府不是有錢用啦 那有錢用的時候 它不是可以政府推動各部分有需要的 那些就給錢進去啦 接著呢 那些錢呢 在人民那裏的時候 到它要錢呢 拿著那些公債 沒有錢的話 它就由政府去跟人民買公債 就給人民那些錢去量寬啦 到不行呢 就直接印錢呢 去買股票啦 去買股票啦 這一下呢 就沒做到那裏啦 它也不會告訴你 它承認會這樣做啦 那所以你看呢 即是接下來星期一的股票呢 就當然是星期六 財政部長出來見人 會說些什麽東西啦 但是呢 那個電梯呢 就駕駛了上了六樓了 通工事已經交代了給那些被綁的那些 稀扣啊或者那些主要股東 脫了綁了 那些人抱著它來疼的了 綁了兩三年沒有錢用 那現在呢 就看下去呢 因為這次造莊的是人民銀行嘛 看來不會這麼快就糾塞住的 因為呢 都沒有人派到你手上 你們都是剛剛10月8日回來 又已經呢 升了一天之後就跌了 那他們不會再這麼快又衝進去的 他們一定要在六樓那裏呢 停一段時間 讓那些人陸續入升降機才行的 要不然呢 那些人入升降機呢 有些人希望他駕駛上10樓嘛 但是你不知道他駕駛上10樓 一定駕駛下來 我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駕駛下來地下 就是割韭菜啦 如果駕駛上10樓呢 就是你們可以了 就是他又可以駕駛高一點啦 那所以呢 都是一個跟政府博弈的遊戲來的 中國人民最喜歡這樣跟共產黨去玩的啦 那看看誰最後誰贏啦 這一節呢 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有機會支持追新聞這條頻道的悲創 拜拜